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我是高航 一起来关心今天12月19号星期二的重要新闻 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丁萨尔说 根据列车行车记录器 昨天清晨在西雅图附近脱轨的快速通行列车 在行经限速时速30英里的区域时 时速高达80英里,共14节车厢脱轨 目前造成至少3人丧身,100多人受伤,其中10多人重伤 全国交通安全委员会已派员调查这起事故发生原因 据传列车可能撞击不明障碍物,也有资料显示 列车的速度可能过快 初步调查显示,列车在距出轨地点大约1⁴里时 时速为81.1里,比出市地点的速限30英里高出2倍 不过,列车出轨时的车速仍得当局确认 华盛顿州运输厅准备的追踪图表 显示在克列车在到达这个从5号洲际公路上面通过的弯道时 最高速线从70里降到30里 这份今年2月7日制作的图表是为了提交联邦铁路局 以展开西雅图和波特兰之间的新快速客运服务路线 使两地车程缩短10分钟 川普总统18日发表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明确指中国与俄罗斯为竞争对手 挑战美国强权,破坏美国安全与繁荣 中国甚至企图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 川普18日下午在华府雷根大楼就国安战略发表演说 白宫并发布以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报告直指中国与俄罗斯挑战美国强权,影响力与利益 破坏美国安全与繁荣 川普总统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再次阐明了他一直提倡的美国优先思想 报告指出 中国在南海建设前哨基地和军事化危害自由贸易往来 威胁他国主权,并破坏地区稳定 报告还称 中国正进行军事现代化运动 旨在限制美国进入区域 并且让其在该区域更有权 中国虽展现为达互惠互利的意向 但中方的主导地位可能入化许多印太国家的主权 他还表示 虽然美国试图继续与中国合作 但中国人利用经济诱惑与惩罚、影响战等方式 让其他国家听从其政治与安全主张 中方的基础设施投资与贸易战略 进一步证实其地原政治的报复 他还明确指出 美国将应一中政策与台湾维持强劲关系 并提供台湾合理防卫需求 报告此处警提一中政策与台湾关系法 未提及美中三项公报 美方过去一贯说法为 基于美国美中三项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 台北地检署调查新党发言人王炳中等人 一设违反国家安全法案件 今天清晨指挥警调单位持搜索票到王的家中等处搜索 王炳中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炎等四人 被带回调查局接受询问 检方寻后将他们全数请回 大陆方面表示高度关注 台北地检署调查新党发言人王炳中等人 被怀疑在违反国家安全法案件 于台湾时间19日清晨6点遭调查局搜索约谈 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廷与另两位青年林明正 陈思俊等也被带回调查局接受询问 王炳中等人在国安站出训多时 于19日晚间10点50分移送北检再度被训问 经检方训问约80分钟后获请回 王炳中原定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大陆创新之旅分享会 不料清晨就有警调单位急来住处搜索 王炳中用手机在脸书上直播于警方僵持过程 后被迫中断但坚持要有律师在场一事 他的律师随后来到现场 王炳中事后向媒体表示 高布绿色恐怖因为心中有怀疑 是否因政治操作因为新党刚结束与大陆国台半创新之旅 才会怀疑检调有政治考量 台北地检署法务部调查局晚间都发布新闻稿指出 搜索过程符合程序也合法 此事究竟是接招执法还是绿色恐怖引来外界热议 大陆方面表示强烈关注 新党就经三分部今天下午举行了声援会 中共解放军空军进来动作频频 除进行环岛巡航外 18日更出动机群首度飞越敏感的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 空军发言人强调日本海不是日本的海 对马海峡也属于非临海海峡 中共解放军空军进来动作频频 除进行绕岛巡航外 18日更出动机群首度飞越敏感的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在华东某机场发布此消息 强调日本海不是日本的海 对马海峡属于非临海海峡 中国空军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运远洋训练 合法 合理 合情 解放军机在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区与韩国防空识别区时 日韩等战机均升空巡航 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空军最近频频在日韩海域活动 是为了因应朝鲜半岛可能发生的战争 申进科说 这次远洋训练是中国空军首次飞越对马海峡 应对了外国空军的干扰 达成既定训练目的 提升远洋机动能力 日本防卫省表示 没有侵犯日本领空 影片中首度证实 先前解放军飞行员拍下的山脉是台湾玉山 全美人口最多的加州 自明年元旦起 开放销售娱乐用大麻 但是因州府和地方政府尚未制定相关法规 种植大麻未受规范 因此上市的大麻可能含有杀虫剂 发霉或者受到其他的污染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化学教授兰德 警告买家需小心提防 加州对医用大麻计划 以实施20年的法规极为宽松 但自明年起 将逐步采行更严格的法规和检验 从明年元旦起采收或生产的大麻 必须接受药效和污染的检验 以确保不含危及公众健康物质 另外自2019年开始 将逐步实施更严格的限制 同时 加州大麻控制局发言人卓佛所说 未经检验的大麻需予以标示 这意味着 可能从大麻烟 大麻饼干到大麻油 都必须标示大麻成分是否经过检验 兰德估计 在2018年以前 合法销售的医用大麻 经检验的还不到5% 中国网络监管机构 日前在日内瓦会议上表示 谷歌和脸书 如果想要争取中国7亿5100万名网络使用者 必须接受中国审查和遵守严格的网络法律 齐小夏 在联合国欧洲总部举行的网络治理论坛上说 如果他们想要回来 我们欢迎 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与规定 这是底线 他们也不可做任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消费者利益的事 谷歌2010年自愿离开中国 中共过去一年来加强了网络管制 正式确立新的规定 企业必须把资料存储在当地 并且服从资料监控措施 以免让网友突破防火长城 Great Firewall 在亲自录制旁白的动画影片开场下 前湖人球星布莱恩特 昨晚在湖人与勇士的比赛中 接受球团的球衣背号退休仪式 他的8号与24号球衣 也正式悬挂在湖人传奇播报员赫恩的球衣左右 在亲自录制旁白的动画影片开场下 前湖人球星Kobe Bryant 18日在湖人与勇士比赛中场 接受球团的球衣背号退休仪式 在现任老板Jennie Bass 总裁Magic Johnson 接出席仪式并代表致辞后 Kobe Bryant的8号与24号球衣 也正式悬挂在湖人传奇播报员 Chick Hearn的球衣左右 Kobe Bryant18日 他也成为联盟史上首位获得 单一球队退休两件球衣和号码的球员 而他的8号与24号球衣 也将与湖人传奇名将 Wilt Tromberlin Karim Abadou-Jabber Vachko Johnson Shakir O'Neill等球衣一同被高选 在湖人主场时代播中心上空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adou-Jabber